余小梁 你等我一会儿 我等你啥等你呀 我现在就后悔 我妈没给我升个板 要不然我都能飞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 你这么能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先走 你先走 我接个电话 快点 快快快 快过来啊 好 哎呀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喂蜜蜜啊 蜜蜜啊 你干啥呢 啊 我 那你咋的吧 你说事 哎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呢 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喂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 我小伯 还有欠帮忙吧 拜拜 哎哎哎 喂 你们不知道我 我追求秘密 好几年了 我走 关键你 你听闻 来电话 也不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 还找我搬家 李宝杰 你哪天搬不行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 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哎 这方理计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亮 快点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哎呦我的 来了来了 小亮 你慢一点 哎呦我的 还这么慢呢 你怎么 走快走快走快走 往哪儿走啊 倒了 到哪儿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呀 这儿啊 特别玩了 这位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快啥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 我说 我说 就是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儿危险 你知道这个 这个不好啊 对面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哪 完了 他没事就上吹下跳 左蹦六踢 他打鬼 屁股如他 不是人 人上吹下跳了 你找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总之你不能宰的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 快走 哎呀 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的 听 打的 人打呼噜 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庭上都能听着 哎 没事 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 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 我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 你听我说 哎 不是想你问题 我 哎 宝洁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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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咋子 你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 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这 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这是什么结论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 我得打扮打扮 那你有空 我可能啊 那秘密不得行字 啊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装扮啥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 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俩 你来了 哎呦 我的天 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 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俩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俩 你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着 还 还推我呢 哎 小俩 什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变身了呢 哎 这大冬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扑风策呢 你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说 如果是戴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回来啊 小俩 行行行 你玩吧 好好玩 好好玩 秘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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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脸 哦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在边下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呀 李宝杰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吗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杰就 找我搬 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又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伤心呢 无奈以后 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 小脸 对 你们三个人 有什么关系 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杰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杰 你们仨呀 就好比做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对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 我先炸你 你在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胆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啊 咱先不打牌了 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 小脸 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我开会 这时候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 会不会 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灾压了这些东西 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打啥呀 愿意呀 愿意呀 秘密啊 这么回事 小脸呀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 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妈妈 下来 这可怎么整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哎 哎 我天 哎 看给你累了 哎呀 你帮我买肯定是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你接着 等我 我说你这别别你别拿东西了哎 抱歉 完了 哎 哎我的妈呀 小脸 哈哈哈 你再猜一下这个东西是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 又是一个惊喜 哈哈哈 棒棒 哈哈哈 哈哈哈 小脸啊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个快递 那就可可可快了 哼 快 小脸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我的妈 肯定机全家统 哎呀 好点 我又是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啊 箱子在那屋 啊 哈哈哈哈 那个 宝杰呀 哎 快走 哎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这是猴子家吗 默默地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子家 这个 小脸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 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哈哈哈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了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的 哈哈哈哈 我怎么就快递了呢我 就是 你不腿长吗 啊 就形容你走到快 就去送快递 嗯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蓝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哈哈哈哈 你这是 你呀 就是平时聪明 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 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哈哈哈哈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嗯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哈哈哈哈 你还说你叫打呼噜吗 谁呀 他吗 打呼噜是他 他打呼噜叫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他叫 小香汉 你神一点 是吧 小雅 出来 我打不打呼噜 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像的 我实在变了个数 你 你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 给他搬家 没想到 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 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 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 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起估认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 没啥问题啊 李宝杰 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 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李宝杰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哦 我心里 都是你 全都不想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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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是吧 哎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这样哈 我最好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你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 这玩意整个挺尴尬 你这小脸 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好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这还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走 哎 宝洁 再见了呀 他俩好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小脸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老是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桶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帽子 给咱俩的你给我留一块儿啊 你这人也不赢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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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